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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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华五年三天挑辅导员的经历 让我深深意识到又红又砖 全面发展这八个字背后的意义 也让我逐渐坚定了自己之后 投身国防制造业的决心 我将在毕业之后 回到我的家乡工作 也是实现了自己一个小小的蓝天之上的梦想 我想对清华说 感谢母超三年的培养 像我们在离开清华后 在毕业后 能够利用从清华学到知识 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 一专业水平 所以把对中国的建设 天专家吧 贡献出自己的棉博的一份力量 走出西藏 然后接受教育 是为了更好的回去 去建设我的家乡 这是清华对我最好的教育 清华人这三个字在我心目中 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是集体 第二个是担当 就不管在哪一个行业 我们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就是有理想 感丹帮 能吃苦 肯奋斗 只要国家需要我们 都会在第一时间 就是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希望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 甚至一百年的时间里 清华能够越来越好 能够建设成为更好的世界一流大学 用我们自己的能力 从自己的专业水平 去进行法治中国的建设 希望将来无论去什么地方 在什么工作岗位上 我都希望自己的努力 能成为清华小小的骄傲 然后我希望我一定会有机会 将清华所交给我的 回馈给社会 然后成为一个 也让清华为我骄傲的人 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 E-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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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O